Ask Category Slash Category 6 Slash C63006.htm Introduction Due Deal 千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Due Deal 中心对照千天大道简介以何为千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到四求什么四求到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到六求到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何 为千天大道千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跳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外相皆是杂而有趣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可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能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约千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在天地人万物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应会无取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会看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可且有条无分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中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中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交圣人应运出示各化地方 针对当时天时底利及众生的根气 留下先经万点 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声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最后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 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含在各大教门的精益 为天门外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具陷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道也不只代表这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 与最高主宰 即宇宙间永恒无限的根底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人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理在先天之天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患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万彻了三十三天万 万彻了千金万典 万彻了千法万法 万彻了千教万教 万彻了千佛万祖 万彻了我之一生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理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人与我 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 万国一家世界 大同此千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到与我有蛇们关系造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到 万川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时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自我本人一生之主宰 曰庆祢 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诗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信里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却是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 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节奏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 即照顾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 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故不是因范夫狗族 不论是成人 或是当初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 这动作 人人与生举来 不学而积 不学而能 无增无间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忘记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 本自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 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 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物贵 均无分无别 因此 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 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 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 与良知良能 天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富有的是我由天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无情无相 即是真空 真空之以妙 空而不空 空中妙有 妙有者 生天生地生人生 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 万灵真在也 主宰天一人 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 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 此生在无异能 天天大道如此宝贵 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蛇 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 这个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 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物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 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又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不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 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 在耳能听 在口能言 在鼻能闻相丑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 此其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提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 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指摸无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在这有形有像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军习惯也像貌肉人 但像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夸动物的心脏成功一直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这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快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 有形有像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拘束身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价果 对于真果和价果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三野国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强气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 求到就是直接解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果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叫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果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做事认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家我而做出害体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 求到 启发了我们内在坟的真我良心 真我 假我 且小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 墨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 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慈悲之门 这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自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尖火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间肉体要毁坏时 尖火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过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造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骗现山将硬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过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带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不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金万点不足一点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不知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超金月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都法之王 都佛之天地之 故曰超生了四级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即是人人原来固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 这几元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 空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 受用不尽的福之地 离苦的乐人生 中灾时遭受众众之苦恼 就其分圆皆起英语迷斥了真果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佑的道 造为我们的愿意 造为我们奋斗是真至谦至美至足圆满 永恒不休的真果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果 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离 至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及抵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逍遥自在 二若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造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 其末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 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弥昧了良心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 伤狂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长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干掉了天灾人或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套劫 因此上帝同恩慈悲 可将大道谱传于使以患救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 以良心在人处事 当欲又人类不可患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亦能灾一结 逢凶化疾 此事 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 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 相餐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 衰老 净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 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究成空 灰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毒畅茫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秋后的 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 苦修苦行 仍难以仿得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 先走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明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父与超生了死的保障 天父与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 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到我们以智慧慈悲心 能并灌溃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 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到我们时刻抱着到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见到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 让到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精进不谢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亦正圣贤果未无遗 天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点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能天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月